在很多人的观念中,姐弟恋往往不被人接受,无论任何男人都喜欢年轻貌美的女人,和法国总统是娶了个比她大24岁的女人。 这个女人就是法国第一夫人布里吉特,布里吉特已经65岁,她和小24岁的丈夫马克龙不仅是姐弟恋,还是师生关系,能让法国总统如此痴迷,这布里吉特究竟有什么魔力? 布里吉特,1953年4月13日生于法国卫部的一个富裕家庭,年轻时的布里吉特长相出众,学习优异,21岁大学比业后结婚生子,后来布里吉特当了一名老师,16岁马克龙就是他的学生,布里吉特对马克龙非常的欣赏,经常在班上表扬他。 马克龙对这位年轻貌美的老师也一见倾心,两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,马克龙发誓一定要娶到自己的老师。 后来,布里吉特同丈夫离婚,嫁给了小太24岁的马克龙,虽然这段婚姻并不给大众看好,不过两人还是突破世俗的偏见,结为夫妻。 后来当选为马克龙的总统,对这位大24岁的夫妻很是宠爱,走到哪里都要牵着他的手。 在马克龙面前,布里吉特也化身为一个娇羞的小女人,虽然年过半百,还是气质依旧,在镜头前,经常能见布里吉特撒娇的样子,吉特撒娇头侧向一边,看起来很是可爱。 丈夫马克龙也是立宠妻,一直牵着布里吉特的手,好像是怕他走丢一样。 不过不说,布里吉特真是人生的大赢家呀,你羡慕这样的爱情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